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非常排行榜》 咱们今天的节目真的特别搞笑 特别有趣 因为我给大家总结了 10个你必须要知道的奥运冷知识 现在这个奥运打得这么火热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奥运会背后的故事可是非常多 而且我在给大家总结的时候 我已经笑到快要肚子痛了 所以今天的节目如果错过了 肯定要后悔一年哦 好 我们就不耽误大家时间 马上开始今天的干货 今天的干货排名 我们先看No.10 第10名 你知道耗时最长的奥运会是哪一届 它用了多长时间吗 是这样的 1990年巴黎奥运会 那大家知道吗 是出了名的混乱 甚至有多个国家队 这些队都是什么呢 就是由来自多个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运动员来组成的 整个赛事 持续了6个月8天之久 这个大家都说了 这个是创造历史的马拉松式的运动会 没跑了 甚至呢有多少个奖牌没人知道 多少个冠军也没人知道 好 我们来看第9个冷知识 第9个考考大家 你知道速度最快的球类 好 我们已经提前公布答案了 那就是羽毛球 羽毛球是世界最快的球类运动 这个扣杀的最高速度是可以达到400千米以上 那么这个速度呢 它是比F1的赛车还要快 羽毛球的一记扣杀 它可以直接打爆一个大吸管 可能打爆这个脑袋估计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羽毛球看起来还是一个高温运动 好 我们来看第8个冷知识 第8个冷知识 要给大家说一个世界上最爽的职业 大家知道吗 这个奥运会的游泳场馆 竟然有救生员这个职业 这个职业呢 是最清旋的职业 大家看这个人的表情 这个救生员好像在说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感觉永远都不会开工 确实 这个事实上 历届奥运会的游泳馆的救生员 的确一次都没有下过水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个游泳项目旁边配救生员 但是这个也是以防万一嘛 肯定是需要的 这些救生员呢 人家不仅拥有整个游泳馆最好的观赛位置 而且还有工资拿 真的是太爽了 还有我们来看第7个冷知识 第7条呢 咱们来说一说这个鸽子和奥运会的纠葛啊 我们这个之前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这个烤乳鸽事件 早在第一届的雅典奥运会上呢 这个象征和平的鸽子就在运动会的开幕式上被放飞啊 然而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很多鸽子啊 因为停在火炬上观望人家没飞走 结果呢这个火炬点火之后 这些鸽子怎么着呢 就被烧成了烤乳鸽 这意外的烤乳鸽事件呢 让组织者感到内疚无比啊 所以呢 出于这个绿色奥运和保护动物的人道主义的考虑呢 再也不放真鸽子了 当然了奥运会呢 还曾经有过一个最奇葩的项目 那就是鸽子火把射击 这个项目真的是太扯了啊 它是出现在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这个比赛规则呢 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 谁射杀的鸽子多就获得冠军 而且这个比赛还很难哦 如果你两次啊射失误了 就是说你两次都没有射到鸽子的话 你就直接淘汰 哎呀这个项目真的是 我是觉得是蛮蛮残忍的 是奥运史上唯一一次 故意杀生的比赛 这个鸽子可能说哎呀 这个这个我惹着奥运会什么了 竟然要如此对待我 好我们来看第六个冷知识 第六个呢我们来说一下 奥运会比过的奇葩的项目啊 这个是一个总结 你能想到奥运会比过什么奇葩的项目吗 比如说哎人家比写作文 1912年呢在斯德哥尔摩的奥运会 就有一场文学竞赛 这个文学竞赛呢是由皮尔创办的 他也是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之一 而且呢他还赢得过这个文学上的金牌 而且啊建筑还是奥运会的项目之一哦 在最初40年的现代奥运中呢 曾经有151枚奖牌授予 比如说音乐呀绘画雕塑文学和建筑领域的佼佼者 是皮尔呢他复兴了现代奥运会啊 并且成立了奥林匹克委员会 那他认为啊说艺术啊是重要的竞赛组成部分 而说到这个建筑比赛呢这个门槛还挺高啊 要求提交的作品那必须是与体育运动相关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我觉得艺术呢是不分高下的啊 这个我觉得用艺术来比一个金牌银牌呢 啊事实上是并不是特别科学的 因为每个人对艺术都有他自己的理解 那事实证明后来艺术也被这个 踢除了奥运会啊不再进行这种竞赛类的一个项目 好我们来看第五个冷知识 大家知道奥运会上很多项目都是分男女的嘛 比如说女子游泳啊男子游泳啊女子举重等等 但是奥运会有一个项目啊不分性别是唯一一个 那这个项目呢就是马术 这个不仅是运动员啊这个项目参赛的马 他也是不分公母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奥运会唯一一个 他完全不分性别的一个项目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冷知识 第四个呢就是金牌不是纯金的 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说是金牌金牌好像很值钱 但是其实呢只要至少多进六克啊就可以了 只有1912年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奥运会 是用24K纯金的金牌 真是有钱啊 而且呢这次的奥运会啊 在东京奥运会人家组委会也公开告诉大家 说这个运动员们别摇奖牌 因为东京奥运会的这次的奖牌更扯啊 它的材料呢是从电子设备当中回收的 他说呢我们想证实证实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奖牌是不能吃的 这个奥组委说啊 他说我们的奖牌是由日本民众捐赠的电子设备的回收材料而制成的 所以呢你不必咬它们啊 但是我知道你们还是会咬 毕竟这个咬奖牌呢是一个奥运的一个获奖的一个传统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冷知识 排在第三的呢 是我要跟大家说一说被规则改过最多次的一个项目 大家知道吗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在18年之间啊 有9次更改了乒乓球的规则 但是呢不管怎么改啊 还是改变不了中国乒乓球的霸主地位 就是这么牛 打得好怪我咯 根本就不是规则的事儿好吗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冷知识吧 第二个冷知识呢 先给大家啊这个看一个图 大家看这个就是十米七步枪的枪吧 没想到吧 就是一元硬币这么大 而且这么这么小还不说啊 人家还要在十米开外 我真的不明白啊 这个十米七步枪的选手他是怎么打中的 十米之外能看到啥啊 真的是知道之后吓一跳啊 更觉得啊咱们中国啊 奪得金牌的这个杨倩真的是超牛了 他呢在资格赛当中选手需要站在十米处 然后在75分钟之内射60发子弹 那射完之后呢排出前八名进行决赛 杨倩当时呢是以六百二十八点七环排名第六啊 总决赛成绩成功了晋级这个决赛 那进入到决赛之后呢前面的成绩就会被清空 那参赛者会首先进行两组五发射击 每组呢是限时四分十秒 然后呢再一发一发的射击每次射击限时五十秒 根本啊根本就没有给人仔细瞄准的机会 所以说啊一个字那吻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相信像任何的体育比赛项目呢 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冷知识 排在第一的呢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无厘头的 就是水球比赛的前身是抓鸭子 大家看这个照片最近不是被这个水球女神刷屏了吗 其实啊大家有所不知啊 这个在没有水球之前呢最流行的那就是抓鸭子比赛 这个抓鸭子比赛是说啥就是把鸭子呢放在水里面 然后呢这个运动员就下水赶鸭子啊 不是是下水是抓鸭子 谁先捉到这个鸭子谁就获胜 其实我想问啊这个参赛的鸭子能不能获奖 如果鸭子没有被捉到是不是人家也能得一个金牌啊 这样才比较公平嘛对吧 好了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说的这些奥运的冷知识啊 你学会了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啊新的脑洞 新的丰富的一些知识 那我们今天的非常排行榜呢到这里也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